這個球 三壘沿著邊線出去 車補邊的安打 而且又會是一隻長打 但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郭彥信左打三壘的站位本來就會離壘包遠一點 如果是正常一點的這個站位的話 剛剛這個角度搞不好還可以攔下來 但就因為郭彥信左打的這個關係 貼著邊線 是來不及把他給攔下來 就差一些些而已 今天郭彥信 目前自己一個人也就四個人一打數 打成哥毅 郭彥信真的是太有心得了 而且他這 投手犯規啊 被抓到 所以送一個壘包的推進 但是不應該 待會慢動作再看一下 他沒有一次擺上來齁 動了一下停下來了 你要做擺動作固定上來 就要一次就要做完 這個球打出去 外野的飛球比較淺耶 落地還是一隻安打 再一分打點 今天球隊的打點全是他 目前都是劉基鴻打的喔 林志勝有一分啦 他打了四分 因為現在五分嘛 今天劉基鴻又猛打了 而且他是前三個打席就猛打 這個球其實已經有 讓他打在棒頭上比較淺了 那這也是第四棒的優勢 通常這個位置的打者 拉打能力比較強 所以打到比較深遠的可能性比較高 所以